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句境界难得闻 金鱼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词亦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好 于且菩萨界 各位菩萨大家笑无好 阿弥陀佛 好 请放掌 我们上一次上到了这个清界的第一条上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个课本 二十一页 倒数第二行 更二 贪求名利界 那么这一条呢一样 它是属于射属在这个障碍布施 那贪求名利为什么会障碍布施 跟布施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想一下 你看 这个你当一个菩萨 你是要想把 想救拔一切的众生 你是想要把最好的给一切的众生 结果你反而是 改给众生的 你没有给他 反而是自己在贪求这些的东西 你贪到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又不愿意舍出来 所以这样是会障碍你的布施 这样懂它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第一条 清界的第一条到第七条 通通都是障碍布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 每一条界的 开始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联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和障碍布施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把戒五念过而已 那么在融会贯通方面 就比较缺乏一点点 你能够融通的时候 你这个在你的生活中 你就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你障碍布施 开车吃饭对你来讲会比较容易掌握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说 我们看一下科判 科判 我们翻过来前面的第五页 第五页 从这个不共三宝到这个第七条 弃舍二人戒当中 它都是障碍布施 对不对 那布施有分几种 三种 对 财施 法施 五位施 那这七条和这三种有没有相关 有 第一条 从这个不共三宝 贪求名利 不敬同法 不往应供 不受后失戒 这个射属在什么 这个射属在什么 财施 会障碍你的财布施的方面 那么呢 第六条 不施其法戒 它就是障碍什么 法布施 那第七条 那第七条 弃舍二人戒 这个就是障碍什么 无畏施 这里先让大家先清楚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在讲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清楚说 我们今天讲的 多数都是属于障碍这个财施的方面 财的不施 那同样都是设属于这个障碍 六伯罗比里面的不施伯罗蜜 好 那我们翻回来 课本 第22页 先更二 贪求名利戒 里面分 这个 两颗 第一颗 名染犯相 诺诸菩萨 安诸菩萨 境界律于 有其大义 而无喜足 余诸立扬 即以恭敬 生着不舍 世民有犯 有所为悦 世染为犯 这条戒有没有觉得 和之前我们上课讲过的 这一条戒很相像 我们仲介的第一条 仲介的第一条是什么 自战毁他 那自战毁他是为了什么 明文立扬嘛 对不对 那这条和他有没有相近 有 差在哪里 自战毁他而已 这条戒呢 先说 你看 诺诸菩萨 安诸菩萨 境界律于 这是指 人 就是指这位菩萨 这位对象 那他呢 有很广大的欲望 而无喜足 就是说 他对于他这些 这些欲望 他不会感到满足 没有感到满足 所以呢 对这一切的力量 还有这个恭敬 生着不舍 他很欢喜他 爱着他 不舍 那么这样子呢 称之为有犯 这个有犯呢 这个犯可以跟罪 犯罪的罪 同一词 这叫世民有犯 也可以说世民有罪 那有所违悦 是染违犯 有所违悦 就是违悦菩萨 所要学习的一个轨道 处所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 叫做是有染污心的违犯 所以称之为染违犯 好 所以这条界是只有 对于这个力量 恭敬 贪早 但是他没有做一个行为 自占毁他 如果他加了一个自占毁他 就会变成怎样了 就是菩萨界的 侍重的第一条了 好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现象是什么 亲戒 亲戒 他是为了保护你 不要犯到重戒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包括我们僧文戒里面 像我们出家人的比丘戒 也是一样 比如说他先遮止说 你和 比如说我们比丘他就遮止说 你不可以和女众一起出门 单独一起出门 或者是 一起在一个 一个 一个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 为什么 他就是要遮止你 预防你以后有机会会犯到中的戒 乃至在犯到重的戒 你可能 这个人 人就是这样 我们是凡夫 我们凡夫就是 很磊落 你没有那个犯戒的因缘的时候 你可以很好 但是有那个因缘的时候 你可能一开始把持得住 但是呢 人就是这样 一步 对 一步一步的陷入 一步一步的掉下去了 所以佛陀他自戒 是很好 是很有那种人性化的 你要守护你的亲戒 你亲戒都不守护了 你将来仲戒呢 非常有机会 也非常大的可能性 你就失掉了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 对于律学上 就是说 亲戒不是很重视 不是很重视 那他不重视的原因 是认为他是亲戒 而不是因为 他了解亲戒的作用 所以他不重视 那所以就变成说 你亲戒都重视了 那么你 仲戒对你来讲 你根本不知道 他的那个 那个 开遮词犯在哪里 所以你很容易 随随便便 你就失去了 你本身的一个 一个戒体了 不管是生文戒 或者是菩萨戒 都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旭公讲的 此戒呢 先明犯相 先说明这个 什么是违犯的相貌 之后呢 再说明 什么是不犯的相貌 像刚刚念的这个戒文 就是在说明 犯 犯罪的相貌 那么 旁边这个 心恶这个呢 就是在说明这个 不犯 怎么样是不犯的相貌 对于犯相之中呢 一条戒 是不犯的相貌 贪求无厌 而无喜足 没有办法满足 那么因为贪欲的缘故呢 对于世间的财物 等这一切的力量 即以这个明文恭敬等的事情呢 他生起了很大的染招 没有办法弃舍他的心情 那么呢 也是由于这样子猛烈的贪欲烦恼 所生起的缘故呢 所以呢 他犯了这条戒 所以说 此菩萨 是明有犯 有所违约 是染违犯 是染污心的违犯 那假如说 你把它换个角度想 他这里主要是什么 大欲 而无喜足 就是说 他很大 很强烈的欲望 但是没有得到满足 那他的对象是什么 力量和恭敬 但是假如把他的对象 换成是佛法 那状况是不是不一样了 那就变成是一种 强而有力的精进心了 强而有力的精进心 所以那种心 我们的心要摆对位置 摆对位置 效果就不一样 我们看 那什么是无违犯向 那无违犯者 为断笔生起乐欲 就是说 他心里 想要对于这样子 贪着力量恭敬的行为 他想要断除这种 这种欢喜心 认为说 这个贪着力量恭敬是欢喜的 所以他努力的想要对质他 所以他发情精进 色彼对质 色就是指学习 或者是掌握 或者是说 采取种种对质的方法 对质什么 对质贪的方法 虽其拾恶 而为猛利 虽然他很努力的在遮止他了 要停止他了 但是呢 而为猛利 信货所必 但是被这个 本性上呢 就有 这样子的倾向 所以他的这个 贪欲心呢 很强 很强 所以他被他遮蔽的原因呢 塑起 现行 常常的 生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呢 就是 不染违犯 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很努力的 去 对质他 你不能说 我没有努力 我只努力一次了 这样子 就说 我没有违犯 不是的 是你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努力 但是你不断的失败 所以说 于卷菩萨界 他很贴近我们凡夫的生活和心情 他知道我们凡夫总是 怎样 屡战 屡败 然后 对 但是屡败呢 又屡战 所以他给我们一种 很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 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他不会说的很高 让我们高不可攀的一种 这样子 这样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菩萨都这样说了 那代表我还有机会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蓄公的解释 此曰 初发心菩萨 是在说明这个 初发心的菩萨 怎么样子 叫做不犯 来说明他的不犯 为呢 住戒菩萨 贪求名利 而于菩萨界 无违犯者 因其初始发心 他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呢 虽然生起了这个很强烈的 贪欲的烦恼 但是呢 他自己呢 甚至 惭愧 惭愧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种 惭愧心 然后呢 并生起 乐愈 希望呢 能够断除 这个贪欲的烦恼 你对于要断除 贪欲的烦恼的 这件事情 你内心是应该要是 欢喜心来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你有惭愧心嘛 有惭愧心 你才有办法生起一种 对 我一定要断除 我这个烦恼的心情 这叫乐愈 那由此呢 而发起 精进 勇猛的心 努力的 来摄取 断除 比 贪欲 烦恼 之 对治法门 不管是你修这个 不敬观 无常观 无我观 然后你不断的在学习 在对治它 虽然呢 已经精勤努力的 休息对治 欲求折断 二子 比贪欲心 但是呢 由于你的这个烦恼呢 它是属于上品的 猛力信货 聚生之贪欲烦恼所复辟 所以呢 对朱丽阳 记忆恭敬 依旧是硕硕的 升起现行 那由此因缘呢 说明 不犯 这样子 就叫做不犯 好 那么这是第二条戒 在说明这个 障碍我们的 你假如贪求名利的时候 你就是会障碍自己 对于财务的不失 这件事情 你菩萨 你菩萨这样子就违背 有一点违背你的发心了 好 第三条 庚山不敬同法界 先说明这个犯项 底下分两颗 第一颗呢 是染为犯 第二颗呢 是非然违犯 不然违犯 若诸菩萨 安诸菩萨 敬戒立于 见诸旗掌 有德 可敬 同伐者来 就是他的对象 就是这一位 已经受了菩萨界的这一位菩萨 那么呢 看到了这个旗掌 就是指说这个 年纪呢 年龄大 但是也有道德的人 这些长辈 长老 那有德可敬 就是他内心呢 有道德 这个 智慧很高的人 那么可受人尊重的人 乃至呢 同伐者来 同样呢 也是在 这个 一起在这个 成佛路上 一起学习的 这个同学等旅 同伐者来 那么他来的时候呢 这位菩萨呢 内心呢 怀着 焦慢所致 他被这个焦慢 所制服了 所控制了 那又怀着 嫌恨心 也怀着 或者是怀着 慧恼心 不起成淫 不推胜坐 就是不推 就是 不让 你的座位 你不让给他 那 若有他来 语言谈论 庆慰 庆慰就是指说 这个有 吉祥的事情 然后呢 来这里 互相的祝贺 这个叫庆慰 请问 或者是说 请问你 种种的法义 但是呢 这位菩萨呢 由于被这个 焦慢所制服 然后呢 内心呢 又怀着这个 显恨心 和慧恼心 所以呢 不称正理 发言筹对 那他呢 就不随顺呢 正理 正确的言论 来回应对方 这样呢 四民有犯 有所违约 是 染违犯 这样叫做 是染污心的 一个违犯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旭公讲的 明犯像中 有染犯 即不染犯 要说明这个 这个 犯这条戒的 像帽子中呢 有分两个 一个是染污心的 违犯 一个是呢 不染污心的 违犯 那先说明这个 染污心的 违犯 好 我们看 二十四页 住戒菩萨 见诸年德 聚尊之 旗掌上座 他看到了 年纪呢 和德恨呢 都具足的 受到尊敬的 这个旗掌 旗呢 就是指这个 六十岁以上的 就是旗了 那掌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 以出家中来讲 就是说 你把它理解为这种 介纳很高的人 介纳很高 就是出家很久的人 上座 或见不失 慈戒 慈悲 智慧 对于这 不失慈戒 慈悲 智慧 很高 很有修行的 这个 有德之人 此二 据是 可敬之敬 此二 就是指这个 旗掌 和有德 这两个 那这样子呢 具足这样子 条件的人 都是 可以被 尊敬的一个 对象 或见 同受菩萨戒 同修行 佛法 与举相等 之 同参 道友来 跟着你一起受菩萨戒 的这一些 那么呢 都应该呢 这个 谦卑 恭敬 和蔡 和蔡 地去 沉吟 仇对 仇打 或者是 回应对方 但是呢 祝敬佛 他被这个 焦慢烦恼 所制服 那 焦呢 就是指这个 小随烦恼之一 什么是小随烦恼 他就是根本烦恼 所射属的 所引生出来的一个小的 射属于根本烦恼当下 射属于根本烦恼之下的一个 小的烦恼 那 在白法里面呢 为氏啊 他把名相分的比较多 所以他要分所谓的白法 那白法里面还有分这个 所谓的根本烦恼 由根本烦恼 再引生出这个 大水烦恼 中水烦恼 小水烦恼 那么大水烦恼 中水烦恼 和小水烦恼 他的差别在于哪里 就是说这个烦恼 他的范围是广 还是狭隘 像恼 这个就是属于 比较狭隘的一个烦恼 这个等改天 有上这个 为氏的课程 这个白法其实要讲 可以讲 讲一两个学期都可以讲 它分得很细 分得很细 这里先带过而已 那焦呢 小谁烦恼之一 陈伟诗论里面说呢 什么叫做焦 于智盛事 就是说 对于自己呢 这个有 擅长的 你自己专长的事情 这个叫做 对于智盛事 对自己有特长的事情呢 生生染着 罪傲为性 就是他的表现 焦的表现是什么 焦啊 他就是自以为事 他的表现就是自以为事 就好像那个 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就好像那个喝酒的人 酒醉的人 他喝了酒之后呢 他就怎样 得意忘形 世界就只剩下他而已了 他就是 本来是内向的人 喝了酒之后 从此就肯定自己了 酒一退了之后又否定了 就是 他是自以为了不起 这个跟慢 有没有差别 是有差别的 等一下再说明他的差别 你们先记得 焦 就是对自己的 自以为事 自以为事 他是贪爱的一分为 他的体性 好 那么呢 罪傲为性 罪傲为性 能障碍不交 染医为业 那慢呢 是什么 慢呢 他就是属于根本烦恼之一 在成为事论里面说呢 事举于他 事举于他就是说 对于自己的 所 所专长的事情 于他 就是和其他的友情 比起来呢 高举为性 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 觉得自己特别的强 高举为性 所以呢 能障不慢 生苦为业 他能够障碍 不慢 他会隐身 种种的苦 为他的业用 所以这个慢 是怎样 慢呢 就是说 他是 也是对于自己的特长 自以为是 但是他还有一个特性 多点是什么 情细别人 看不起别人 藐视别人 藐视别人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 焦呢 它是屬於小隨煩惱之一 小隨煩惱呢 就是跟著水族這個六個根本煩惱 而生起的煩惱 貪 撐 無名 慢 還有兩個 不是貪撐 慈邁 貪 撐 無名 賤 慢 忘了 最近記憶力不好 貪愛的一分為它的體性 但是它的表現是甚麼 危在自 就是剛剛講的 覺得自己了不起而已 未必淋它 它不見得會去看不起別人 侵蝕別人 或者是欺負別人 就是那些古代人說 這人很驕傲 驕傲 這樣說代儀應該會比較好理解 很驕傲 好 那慢呢 就是根本煩惱 它是怎樣 四極所長 仗勢著自己的特長 對於他人表現出一種 輕慢 藐視 密視的一種態度 好 就是 有時候 其實我們生活中很常遇到這種很高慢的人 會不會遇到 會 對 尤其是職場是 是 真真見學的 好 對 那個 當然啊 職場是為了賺錢 所以很多人 呃 就是比較容易把自己的人性展現出來 好 好來 那其實慢呢 它又分了很多種 好 好 這裡先說 大類 大類上來說就是說 它還有分什麼 分成兩類 好 第一個叫不盡等類 第二個叫藐視烈烈 什麼叫不盡等類 對於和自己平等的 你的特長跟我差不多的人 我不見得會看得起你 好 你會的我也會 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 這個叫不盡等類 好 它就沒有辦法對你生起恭敬心 好 不會對人生起恭敬心 就好像佛法裡面這樣子 好 你學習了之後 欸 你會的我也會啊 佛說的我也會了 那你自然對佛法就不會生起一種 恭敬心了 這個叫不盡等類 那麼藐視烈烈 就是指說 對於比你自己的專長 還要不如的人 你就看不起他 所以它是什麼 略類 略類就是指 和自己來做比較的時候 是在你之下的人 你就看不起他 這也是一種藐視烈烈 好 多數都是因為這兩種 好 去生起 種種的這種 輕慢心 輕慢心 這個慢跟腦 哪一個比較嚴重 慢喔 所以它是根本煩惱之一 它是根本煩惱 尤其現在還有很多的一種 現在人有一種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有一種叫悲慢 悲慢 自卑 自卑所產生的一種傲慢 一種高慢 為什麼 它自卑就是對於自信心不足 對自己的特長有缺陷的地方 那麼對於這樣子的不足 它內心轉化了一個過程 逐漸轉化成一種強而有力的一種防禦心情 這種防禦心情它會主動的去攻擊別人 特別是那種在體格上 身材上或者是家境上有缺陷 有特別缺陷的人 比較容易產生這種所謂的悲慢 悲慢 好 我們接著看 好 那麼或者是呢 內懷厭惡 嫌恨之心 那恨呢 恨者 也是小水煩惱之一 是稱的一分為它的體性 成為世論裡面說呢 由憤為先 懷惡不捨 結怨為信 能障不憤 不恨 熱腦為業 由於這個憤 憤就是指說 我們之前有上過 對不對 忘記了 好 就是說這個人可能就是說 看到一個境界 很容易就升起 情緒就上來了 然後就有一種暴力的傾向 記不記得 憤恨為先 執障 加以手打手足刀死 這個 好 那個就是憤 憤就是說 現前的境界 他很容易就是升起不開心了 會有一種暴力的傾向 這個 所以他說 由憤為先 那麼因為這樣子憤怒之後呢 懷惡不捨 對於這樣子的事情呢 內心裡一直糾結著 一直抓著他 結怨為信 結怨為信 恨久了就變什麼 怨 恨久了就變怨了 那麼他能障礙你的不憤 不恨 那熱腦為業 熱腦為業 那 什麼是腦呢 底下接著說 或者是呢 內懷會腦之心 會就是稱嘛 那腦呢 它是小隨煩惱之一 也是稱煩惱的一分 為他的體性 在成為事論裡面說呢 憤恨為先 追觸暴熱 狠立為信 能障不老 居則為業 就是他呢 先有這個 這個憤 還有恨為他的這個 先前的一個前因緣 然後呢 在遇到禁戒的時候 追觸暴熱 這個辛酬就恨 加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就變成一種 很利的心情 一種想要傷害對方的心情 能障礙不老 居則為業 我有稍微整理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憤恨腦的差別 在這個憤呢 在白法裡面說啊 對於現前的逆境 不合你意的境界 憤化為信 你很容易就 生起情緒起來了 會有暴力的傾向 然後呢 能障礙不憤 直障為業 障嘛 你會拿工具來去 發動一種深夜 去傷害對方 這叫直障為業 所以呢 憤是原念什麼 現前的境界 恨呢 恨又是什麼 在據色論裡面說 於憤所源適中 對於之前 對於之前這個份 所產生的這件事情 你呢 塑塑寻思 你不忘了他 你不斷的拿起來回憶 這個人對不起我 他那一天 怎樣怎樣怎樣 塑塑寻思 結怨不捨 恨 所以說恨是什麼 原念過去的 對於過去的事情 你一直耿耿於懷 在你的心裡面 那什麼是腦呢 在成為思論裡面說呢 憤恨為先 追觸暴熱 狠立為信 能障不腦 居遮為業 這我們剛剛有講了 好這兩個 好這兩個 你們這裡不會有這個 就是憤和恨 兩個 為他的前方便 前因緣 好 然後在 遇到境界的時候 你整個就 爆炸開來 爆熱 熱腦 熱腦開了 然後呢 你 你 這個 過去的積怨 過去的怨恨 再加上現前的 不開心 夾雜在一起的時候 就等於是群序 到了最高點 然後呢 你就是會怎樣 狠立為信 你就會想要去 傷害對方了 傷害對方 那能障害不腦 居遮為業 居遮為業就是什麼 居呢 就是指這個 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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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蜈����� 就好像这个蜈蚣或者是这个毒一样 你会去伤害到对方 尤其是元宇的伤害 这个皮肤的伤害 很快就好了 但是元宇的伤害 有时候是你一辈子 你惊掉了 你懂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叫居遮为业 它的伤害性很强 很强烈 所以说脑是追过去而处现在 这样很清楚了 所以说这条界里面说 焦慢所至 你被你的焦或者是慢心 所制伏 然后内心怀着 恨又怀着会脑心 所以呢 焦慢 贤恨会脑 这里就是在说他的犯这条界他的心 心所 心所 由于心里怀着这个焦慢 闲恨 还有会脑 所以呢 见到这个朱旗长 就是年纪长的 接纳高的 或者是上座 有得可敬者来 那本来呢 应该你要起来这个 成灵礼拜啊 可是呢 你却没有这样子 你就当成没看到这样子 而不起座 成灵接待 或呢 自处高 甚好坐 你坐在上座 但是看到 比你有得的人来 你还继续坐在这里 你不把你的那个上座 礼让给这位 这个可敬之人 有得可敬之人 那么呢 这个在菩萨界里面呢 称之为犯 这样叫做有罪 若是有他连得相似 同伐者来 相语 语言谈论 或来庆畏 或有请问 而菩萨呢 被这个焦慢所致 或内怀嫌恨心 怀慧恼心 以这种不称 不随顺正理 来说 来应对 不用这种 随顺正理的 这个言耻 的态度来应对的时候呢 这样子呢 都称之为是 有犯 有所违约 事然违犯 那么呢 都是由于他的 至圣的烦恼 所引起的 好 那么这一个 主要在说明说 那么这样子 你怀着这三种心的 其中一个 然后遇到 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 你遇到这个 有德可敬 的人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去做 这种成因礼拜 礼浪圣座 或者是跟他 谈论庆略等等 那么这样子呢 称之为 有罪 就犯了这条 戒的根本 可以理解吗 那怎么样是不染污 怎么样是属于不染污 违犯呢 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 这个有德的长老来了 但是呢 你没有让座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呢 是属于 是属于非染污心的违犯 前面说的是因为染污心 你被焦慢 恨脑 还有这个贤恨 这三种心所的关系 所产生的吧 那现在是说 这个不是因为 这三种心所所产生的 那是什么心所 比如说我们看 非焦慢智 无嫌恨心 无会脑心 但是呢 由于这个 懒惰 懈怠 妄念 无忌之心 因为这四种心境 所以呢 世民 因为这四种心境 所以才犯了这件事情 有德同伐者来 不起坐成因礼拜 仇对等等 那么这样子呢 还是有犯哦 但是呢 它是属于怎样 它是属于亲的 因为它是非染污心来违犯的 假如你是有这个 焦慢嫌恨会脑的话 那么这个叫 有染污心的违犯 那像这样子犯的话 你就要找一个 一个人来做对手 来忏 才可以 最好是找 懂法 懂律 懂戒律的人来忏 那他叠出来会比较清楚 问你的动机 所以要找法师 禅是比较 清清楚的 那么犯到这个 不染为犯就是怎样 择心禅 自己在佛前 择心禅 这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 旭公的解释 此名 虽是犯戒 但是呢 他并不是被焦慢所致 疾无弦恨心 亦无会脑心 只是呢 由于放异 所以呢 他不能够振作精神 而且呢 以懒惰 懈怠 妄念之心 或以 吃味 就是无忌之心 什么是无忌之心呢 就是不能计别 不能够分别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以这样子的心 而不起作 不沉淫 不礼让胜作 或者是呢 你不称正理 发言筹对 以事不专心用意 所以呢 这样称之为是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但是呢 由于呢 他不是由这个焦慢 称慧 烦恼之心 所生起的 所以呢 他是属于 非然无心的违犯 那么这里呢 的这个懒惰 懈怠呢 是属于放异的果 放异的果报 的果 那么妄念呢 妄念就是指思念 妄念 才是放异的因 因为你放异 就会懈怠了 你只要放异 就一定懈怠的 所以在成为思论里面说呢 什么叫做思念呢 不是想一个人 是失去正念的 这个思念 于诸所缘 不能铭记为信 能障正念 散乱所依为业 对于你所缘念的事情呢 你不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记住 所以呢 能够障碍你的正念 那无忌之心 无忌之心 称之为无觉慧 就是说 你没有一种 可以观察说 觉 观察说 他是对 还是不对 应做 不应做的智慧 所以你不能够 计别他 应与不应 那么这个 这个无忌之心的 这个无忌呢 不是和这个 善恶无忌 和说为三性的 这种无忌心 一样 是不同的 善恶无忌的 这个无忌 是在说明说 他是不善不恶的 那么这里在说明 这个无忌之心呢 是在说明说 你心没有觉慧 你心没有与你的正念相应 所以你忘思了 你思念了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说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应做 什么不应做 是不一样的无忌之心 我们接着看26页 那此中呢 懒惰懈怠 结非懒违犯 那假如说呢 他对比前面的这个 不共三宝戒中呢 就是第一条戒中呢 第一条戒中的懒惰懈怠 他是属于 懒乌违犯 是属于懒乌心的违犯 但是在这里呢 在这条戒里面 他就是属于非懒乌心的违犯了 非懒乌心的违犯 那二者呢 这两种的结犯不同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呢 下面这里虚公他有说 他有帮我们解答 有云呢 始终呢 这里的懒惰懈怠怠 就是这条戒 第三条戒的这个懒惰懈怠怠 他是放逸为他的阴 所以说明呢 他是非懒乌的 但是呢 第一条戒呢 所说的懒惰懈怠怠 是轻慢 为他的阴 所以呢 他是属于有懒乌心的 所以他的结犯不同 这是第一种说法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说有云呢 前戒呢 是约不共三宝 这个第一条戒呢 是从这个不共三宝方面来说的 所以呢 他的最重 那么这里呢 是从这个不进上中下座来说的 三宝跟上中下座来比起来的话 哇那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说呢 这里说 但是别人未事生重 所以呢 他是结亲 因为对象的不同 对象的不同 那第三个说法呢 有云懒诸戒中呢 彻琴为主 彻琴 彻力精进为主 那懒惰之犯呢 其名懒乌 如不共三宝戒士 就好像第一条戒这样子 如果呢 以江户色化为主 那懒惰之犯呢 便名不懒 如果是以这个 保护 色化一切众生 的这个角度来切入的时候呢 那懒惰的这件事情呢 他就不是很严重了 所以呢 他就称之为不懒 所以他的结犯不同 随其所应 当如是之 所以这就是有三种的说法 来说明说 这个懒惰懈怠 为什么在这里是属于懒违犯 非懒违犯 但是在第一条戒 不共三宝当中呢 是属于懒违犯 这里把它说明清楚了 之后常常会提到这个懒惰懈怠 都是属于非懒违犯 比较特别是因为第一条戒 它是属于懒违犯 那么这个原因 在这里有交代出来 那么呢 接着说这个 那什么样子呢 是属于没有违犯的相貌呢 什么样子呢 我在这个备课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跟这一篇呢 有一点点关联 我觉得还不错 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我故意不背 因为我想 我故意不背这个文章 我想说 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个阅读金的能力 其实金 假如说 你看它的原文 是蛮精彩的 那这个故事 这个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 《佛说玄于经》 《玄于因缘经》里面的 这个 夹皮礼摆头品里面 如是我闻 一时呢 佛在这个摩羯果的 这个竹缘之中 那这时候呢 世尊呢 汉朱比丘 向着匹瑟里 到黎月河所 那么这时候呢 河边有五百个牧牛人 还有五百个捕鱼的人 而这捕鱼的人当中呢 他们做了三种网 大小不同 小的呢 小的网呢 一次要两百个人 来拖这个网 那中的呢 一次要三百个人来拖 那大的呢 一次要五百个人来拖 那于时如来 这时候呢 佛呢 去到这个 离河不远的地方 再坐在那里 指席 修定 然后休息这样子 那 那身边的这些比丘呢 也一样 一接共坐 那这时候呢 捕鱼的人呢 抓到了一条大鱼 那么他就是用大的网 因为要五百个人来拖 那五百个人来拖呢 也不能够把他拖出来 不能使出 赴 换木牛之重 因为有五百个捕鱼的嘛 然后五百个放鱼的人嘛 所以他把这五百个放鱼的人也叫来了 那么合起来呢 一共有千 一千个人 那大家一起努力呢 才把这个鱼网啊 从这个水底下拉出来 那拉出来之后呢 看到了一条大鱼 那么这条鱼呢 他的身 有 他的头啊 有白种头 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鱼 只有一个头而已 那他有白种头 哪一些呢 诺甘种类 驴马骆驼虎狼诸狗 猿猴狐狸 这个 已经不是四不像了 这个算是怪物了 如狮之属 众人甚怪 尽即亦看之 大家看了觉得很奇怪 然后争相着想要去看他 这时候世尊跟阿难讲说 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大家都往那里去了 你去看一下 如往事看 阿难受教即往看事 见一大鱼 身有百头 还伯世尊如所见事 他看完之后 回去跟世尊说 他所看到的事情 世尊寻时 共诸必求往至于所 而问于员 他跟所有的比丘 一起到这个于那里 然后问这条语 问他说 你是加疲离佛 那这条语竟然还回答说 是 他还问了三次 如是加疲离佛 那三次他都回答说是 那又问他说 教匠如则 今在何处 教匠就是指老师 你的老师 教学的匠人 教学的老师 那你的老师现在在哪里 他回答说 我的老师 现在跺在阿比地狱之中 那耳时阿难 急于大众 不知其远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所以呢 就白世尊说 请者何故 换摆头雨 为 加疲离 违愿垂敏 而见告示 为什么 佛你要 对这条雨 问他说 他是不是加疲离 希望佛给我们一个解答 跟我们说是为什么 那么这时候呢 佛高安安地听地听 当未如说 习加瑟佛时 字会不会太小 不会 习加瑟佛的时候呢 有个婆罗门 那么呢 他生了一个男孩子 那么这个男孩子呢 叫做加疲离 那他聪明博达 与种类中多文第一 为父不如诸沙门辈 在种种的沙门 婆罗门之中 他是属于多文第一的人 但是他在怎么多文第一呢 都不如这些出家人 沙门呢 在印度有时候是指出家人 他有时候是指修道人 那么从这篇文章里面 他说的是指出家人 他不如出家人 那么这个加疲离呢 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呢 殷勤地约赐他 叫赐他说 禁止他说 如当圣末 与加瑟佛沙门 讲论道理 你要谨慎 你绝对不要跟这个佛陀 加瑟佛 当时是加瑟佛的时候 你不要跟加瑟佛的弟子们 去同他们辩论 那为什么呢 沙门的智慧深 如必不如 你一定讲不赢他们的 那他的父亲死后呢 他们的母亲问他说 如本高朗 你本来就是属于高大名朗的那种 那金婆更有圣如则佛 那么现前呢 有没有赢过于你的 不管是你的多文智慧等等 他回答说 沙门殊胜于我 那母亲呢又问说 他这些沙门是哪里殊胜 他回答说 我有所于网问沙门 其所言说令人开解 他的所有疑问呢 去问沙门呢 沙门的回答呢 都能够使令人家信解 解开了他的所有的问题 但是呢 假如沙门问我的时候呢 我就不能够答 以事之故自知不辱 知道自己不辱他们 所以呢 他的母亲呢 又告诉他说 如何以不枉 学习其法 你为什么不要到沙门里面 去学习他们的 这种种的这个教法 然后这个皮亚里就说 好 欲学其法 当作沙门 要学他的法 必须要出家 那我是白衣呢 怎么学呢 所以他母亲就说 那你去做一个 假的出家人 好 学习之后呢 再回来家里面 那么你智慧就比较高了 就可以战胜他们了 那他呢 就听他母亲的话 好 去做沙门 去出家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 读诵三藏 重炼义礼 对于三藏这些呢 学习的 有一定的程度 之后呢 母问之曰 金德圣位 那么你学习到现在了 能不能够赢 他回答说 学问终胜 不如作产 何以置之 我问比人 稀能分别 我问别人 别人都能够分别 但是别人问我呢 我还是不能够知道 因事事故 未愚于他 他回答说 他还没有办法 恨别人 还赢不了别人 那母亲呢 又告诉他 自今以往 诺共谈论 躺不如时 便可骂路 你说了 你跟别人辩论的时候 假如你说了 你就直接骂他就好了 侮辱他就好了 毁辱他就好了 那这个 嘉匹黎呢 嘉匹黎说 这个出家沙门 无负过罪 他没有犯罪 你凭什么骂人家呢 然后他妈妈说 但骂 清当得胜 你只要骂 骂了你就赢了 那么这时候呢 嘉匹黎呢 不忍为母 不忍心呢 违背他的母亲 后日更论 之后呢 回去之后呢 跟别人理论 或者是变法的时候呢 理诺短趋 假如他 变得这个理 不如别人 他的词穷 他的义理 没有办法赢过别人 他就骂别人 说 如等于爱 你真笨啊 无所事别 据于畜生 知晓合法 你 你一点都不忍 就直接骂对方 笨 你什么都不了解 就好像那个畜生一样 你知道的什么 知晓合法 然后呢 然后呢 诸百兽头 皆用彼之 如是硕硕 非一非二 等于意思是什么 如等于爱 无所事别 距于畜生 这个畜生呢 他就把它 一下子比喻成是什么 鱼啊 驴啊 螺啊 猪啊 所以 以后不要骂人家猪 当然他这个是骂比丘 他这个是骂沙门 又伪座沙门 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样子 就一直骂很多人 只要输 然后他就骂别人 种种的 这个畜生 原是果报 经受余生 而又拜托 那时候呢 阿难问佛说 何时当得托此余生 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这个生命 佛告阿难 此贤结中 千佛过去 由故不脱 你看 从这个贤结 迦瑟佛一直到释迦佛 他还是在做余生 然后在之前 都还不脱 而是阿难 我們常常是用對於這個同輩的人 我們常常不是只有戒律所約束的裡面而已 在戒律約束以外的東西 我們常常是有一種焦慢心 或者是嫌恨心 慧惱心 來應對別人 乃至是誰 最多的是誰 我們周邊的人 我們周邊的人 菩薩界你學習的時候 我們假如你把你的視野 你的寬度再放寬一點 既然一切都是你要救度的對象的時候 是可以只有同伐者或企長嗎 不是啊 你要救別人 應該是連你周邊的人 你都要這樣子 先前救不了他 至少我不跟他結二元 但是我們往往是對周邊的人 是最狠的一個人 那麼看到這裡我就想說 生口異形不可不慎 有時候很氣的時候 你寧可轉身就好 不要這個懂嗎 不要這個 不要說動物啦 將來會變動物頭 食捕魚人 及牧牛人 當時在那裏捕魚的五百人 五百個捕魚的 還有五百個牧牛的人 一時聚貢合掌向佛 一起合掌向佛 求所出家 盡修犯恨 佛就說可以 然後一個善來比丘 然後虛法治若 法醫在體 變成沙門 佛事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四十四尊 為說妙法 種種苦切 肉盡結結 肉就是指煩惱 他四尊為他們說法 說種種的 事件的一切 實在是真實的苦 真實的苦 然後他教他們怎麼離苦 然後煩惱滅了 他內心裡的種種的結 這個貪生吃慢矣 等等這些結 都解開了 成阿羅漢 復衛眾衛廣說諸法 說什麼法呢 分別四地苦疾滅道 苦疾滅道之法 然後說完之後 有的得了出國 乃至得了第四國 也有發這個大道義者 其術甚多 而十四眾 文佛所說 歡喜奉喜 那麼這個是 《鹹魚經》 其實這個 《鹹魚經》 它裡面講很多的故事 有空你們可以去看 然後它蠻有意義的 我也蠻喜歡用 《鹹魚經》的故事 來課堂上穿插 加進去就 會 所以假如不用現代的故事的時候 你要用 藏經裡面的故事的時候 《鹹魚經》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 蠻多的東西 蠻有趣的 看一看 也對你 對於這個漢字的理解 古漢文的這些理解 文言文的理解 就會比較容易 像這樣子讀會不會很難 不會嘛 對嘛 所以這樣子慢慢的就會進步了 好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 看到 想到 然後再給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那個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翻回來 課文 我們看到課本的二十五頁 好 那這個不禁同伐者 好 不禁同伐者 那怎麼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是屬於沒有違反的呢 無違反者未遭重病 或者是心狂亂 或是睡眠他生覺想而來親腹 或者是自己在睡覺 但是別人覺得說 別人錯誤的以為 你沒有在睡覺 所以生起這種覺想 生起你不是在睡覺的想法 而來親腹 而來靠近你 好 來跟你語言談論啊 親慰啊 請問 好 或自為他宣說諸法 論意結者 或付於於談論親慰 或他說法 論意結者 逐耳而聽 或有違反說正法者 位於江户說法者心 或欲方便挑筆伏筆 出不善處 安利善處 或付生智 或位江户多有情心 而不仇對 皆無違反 好 我們直接看這個序公的來做解釋 來再跟你們解釋會比較容易 好 那這裡呢 是在說明說 什麼樣子呢 它是屬於沒有違反的 對於不禁這件事 什麼是沒有違反的 有十個因緣 十個因緣 第一個 為自己呢 遭遇重病 或者是說你發燒啊 你感冒啊 你有什麼樣子的生病啊 而不起作 成癮 仇對 那這樣子呢 不犯 這樣你是不犯的 那第二種呢 就是說 或置心 癫狂 迷亂 就是說你在精神上呢 出了狀況 或是精神疾病 或者是你失去了種種的行為能力的時候呢 這樣子呢 也不犯 此二種緣通一切戒 皆明不犯 這兩個 重病 心狂亂 是通於以下的所有的戒條 都一樣的 只要是這兩個因緣 通通都是不犯 重病 然後心狂亂 那第三個呢 或置睡眠 或者是說呢 你自己在睡覺 但是別人呢 誤以為呢 自己呢 沒有睡熟 而生覺想 認為說你是清醒的 於是呢 而來親父你 來跟你講話 來跟你談論 或者是來跟你祝賀一些吉祥的事情 或者是來請問你佛法 但是呢 因為你在睡覺嘛 所以你自然不會回應對方嘛 那這樣子呢 是不犯的 因為 假如有的人是坐著睡覺的時候 這個現實生活中很多也是這樣嘛 尤其那個老人 有沒有 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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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電視在看的時候有 你跟他講話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 他也沒有回應你 但是你就是一直噼哩啪啦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的意思 那這樣就不犯 那這樣就不犯 那法義呢 要怎麼去抉擇 那法義呢 要怎麼去抉擇 也就是說你在討論佛法的時候呢 那麼呢 你沒有這樣子的仇對呢 也不犯 或者是說呢 正在和其他的人呢 談論慶慰 而不仇對 也不犯 你在祝賀別人 有什麼吉祥的事情的時候 那麼這樣子呢 也不犯 第六呢 或他說法論意抉擇 對於 或者是說呢 當別人啊 你去 等於是說你在聽別人講 講佛法的時候 聽別人討論佛法的時候 自己呢 己正逐耳而聽 就是說 你很認真 很專心的去聆聽他的時候 注意的去傾聽他的時候 那麼 因此而不仇對呢 就不犯 就好像你在聽別人開示的時候 那別人來上座什麼來的時候 你不仇對他 你是不犯的 第七 或之諾與來者談論仇對 必有違反說正法者 或者是你知道說呢 假如啊 你和來的這一位同法者 你和他之間去應對的時候 你必有違反說正法者 你會使令正在說法的人受到了影響 必有違反說正法者 就好像說 別人正在開示 那麼你聽法的時候 對於這個來的人 假如你去和他應對的時候 那麼你會影響正在開示的這個人的時候 那你不去和他應對 這樣子的 你呢 是不犯的 好 這是第七個 那第八個呢 或遇甲齒 不與談論仇對等為方便 或者是說 你要以這個不回應他 不理他 作為一種方便的一個方法 那麼這個方法呢 是為了什麼 要調製彼人 降伏彼人 使令他呢 出離不善之處 而安立在於善處之中 那麼這樣子呢 也是不犯 好 這個好像在這個 過去在這個燦宮那裡的時候 最常有這樣子的事情 燦宮有時候就是聯姻室啦 燦宮老頭上常常會這樣故意的 故意的 用某一些方法來調伏你 那你會很難受這樣 好 或者是說 小孩子嘛 假如說小孩子犯錯的時候 你講不聽的時候 你就是故意的不理他的時候 等到他來跟你道歉的時候 你在跟他說 你錯了哪裡 好 就是為了使令他 從不善處 改掉他的壞習慣 到達善處 那麼這樣子呢 也是屬於不犯 所以慈悲啊 跟教化兩個是 必須要有智慧 好 你光慈悲的時候啊 你的小孩會變成一種密愛 但是你光只有教化的時候啊 你的小孩心理上也會扭曲了 太嚴厲的時候對小孩也不好 那麼菩薩也是 菩薩在做一切的事業的時候 那個分界點 分際點啊 是需要有很大的一個智慧的 好 那這裡是在說 假如你是用這樣子的情形 來調伏對方的時候 那麼是屬於不犯的 好 不犯 但是你自己要把握 你不是說每個人來 你都用這樣子喔 這樣你會沒有人要理你 好 這個你是要有一點智慧 而且你是真的是用一種慈悲心 來做這件事情的 不是用一種習氣來做這件事情 好 第九個 你為了要保護生團中的這個制度 好 所以呢 你不跟他應對的話 好 那就 那是不會犯的 好 生智則為生團中之法規制度 如惡口之人 生諾與作 莫秉解謀 好 就是說莫病 就是說莫就是指 靜莫 你不跟這個人講話 好 就是要求所有的 生團中的所有的生人 和這個犯過錯的人 你都不可以同他講話的時候 那麼這樣子呢也是屬於不犯 好 或者是呢 殘堂近世 入者呢 進入裡面呢 應該要默然 靜莫 為了守護這個殘堂的規矩 好 不與來者 酬對 談論 那麼這樣子呢 也是不犯的 好 在生團裡面呢 假如你有犯了一些 比較重的罪的時候呢 經過這個三舉世解謀之後 他會奪他的三十五世 那奪三十五世之後呢 他就是說 生團大家不可以去跟他講話 他是有一個規定的 那為什麼不跟他講話 是不是用一種 瞧不起他的心情 而是為了向使令他 好 升起 惭愧心 懺悔心 好 那大家是以這種心情 而不是以一種 看不起他的一種心情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犯的 你是不犯的 好 是不犯的 好 那第十 假使 或之 諾與來者 談論 仇對 你知道跟來的這個人呢 你跟他應對的話呢 將令許多有情 不生歡喜 那為了將互多有情心 由是呢 不與之仇對 不犯 就是說 假使說呢 假使說 有一個名聲不好的法師 或者是說 有一些意圖不軌的 意圖不軌的法師來 那麼呢 你不跟他應對的時候呢 好 因為你跟他應對 可能會引起你周遭的 居士或是什麼護法 好 或者是生團裡面的人 會產生畸嫌 會說 欸 這個人 他明明不是一個好人 好 或者是說 大家應該要遠離他的人 結果呢 你還跟他一直 對打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好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跟他回答的話 他是 不犯的 好 他是不犯的 或者是說 像生團啊 常常會有一種 一種現在的 現在的社會有一種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 有些法師呢 他會想要去接近一些長老 那麼接近長老之後呢 就跟長老拍個照啊 討個墨寶 然後呢 之後就是點點點點點 這就可以創造出很多的 有利益的行為 產生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 假如說像這樣子的人 你知道他來 就是為了要找這位長老 然後意圖不軌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幫長老擋掉他 可以 那這樣就是不犯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當長老很可憐 那個要很小心啊 現在的社會確實是這樣 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我們接著看 諾有如上 所說諸原之意 而不與之酬對 皆無違反 這些呢 都沒有違反 這些呢 都沒有違反 好 好 這個是第三條 不盡同法界 好 如果 如果 如果您正在送去 對不對 然後你在那邊 又沒有送去 或者快點 那你看到那個長老 成三年 你可以不籌對他 對啊 那不犯啊 那不犯啊 他不犯啊 比如 那個 那個裡面啊 那個裡面就是說 我看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寫到 或之為他宣說諸法論欲 覺得 在下一條啊 在下一條裡面 在不是 在下 對 在下一條裡面的 明無違反項裡面 就有類似的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是沒有違反的 好 其實我們生活中 有很多的狀況 好 不見得 這個戒條裡面 可以講得清楚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 戒條自戒的那個用意 還有他開源的那個用意 在哪裡 好 如果你是為了正法 你真的是在那裡送經的時候 那 犯不犯 他是不犯的 但是你在送經 假如 你在送經的時候 又在想著連續劇的東西 什麼的話 那就說不過去啦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很專注了 你當下 唸得很順啊 很專注 投入於那個境界當中的時候 你不起來做這些事情 不犯的 不犯的 好 像 而且就算是長老 他看到你那麼用功 他會開心的 他會認為說 你不應該來 你不應該打斷 他不應該去打斷你的 用功加行的 好 這樣子 好 我們看這個二十八頁 不亡應共戒 好 那麼這一條戒呢 好 主要是在障礙別人的 財布施 好 也是比較偏重於這個 出家菩薩 好 我們看一下戒條 好 更是不亡應共戒裡面分兩顆 行一 明犯相 又分兩顆 那任一 先說明這個 染污違犯 諾諸菩薩 安諸菩薩 進階旅 他來言請 或往居家 或往於世 奉思飲食 及衣服等 諸之聲句 那交慢所致 懷賢恨心 懷慧腦心 不治其所 不受所請 世民有犯 有所違約 世然違犯 好 此戒呢 好 我們看序公的解釋 此戒呢 有犯 還有不犯 那麼對於犯相之中呢 什麼叫 有染污的違犯 或不染污的違犯 先說明這個 什麼叫染污心的違犯 對於這個住戒菩薩 遇到有他人 他人是指誰 就是指坦月施主 那麼施主呢 為了要追求這個福德 智慧 所以呢 來招言奉勤 來到寺廟裡面 邀請這個出家人去受供 或者是邀請說出家人呢 到市井居家之中 到居室的家裡面 或者是邀請呢 前往其他的寺廟之中 因為他不可能不只有請一個出家人 他可能要請很多的出家人 所以請這些人都一起聚集到一個地方 一個寺廟裡面 然後呢 他可以方便的 奉思 飲食 衣服等 諸之聲句 而修共養 但是呢 這位菩薩呢 因為焦慢 煩惱 被焦慢這個煩惱 所制服的嚴故 或者是呢 他懷了一種賢恨心 認為說 這個 這個布施主呢 他上一次對我不好 或者他用差別心的布施怎樣 他懷著一種賢恨心 或者是說 他內心呢 這位 這位這個 住戒菩薩呢 他懷著一種慧惱心 那由於這樣子的嚴故 而不到其所 不受所情 不接受他的供養 接受其布施供養 那麼呢 就違背了菩薩 慈悲攝取眾生之道 所以說明說呢 這個是屬於 染違犯 染污的違犯 那麼所以 有沒有感覺到 這個 這條戒是偏重於 出家重 是出家重 但是我們也是可以先 學習 說不定有一天 你們有人出家了 就更容易了 對 不要 不要笑 不要看清自己 好 好 那 那 那怎麼樣是屬於 不染污心的違犯呢 好 如果是呢 若有懶惰懈怠 妄念 無忌之心 不至其所 不受所情 好 世明有犯 世明有犯 有所為怨 但是呢 他是屬於 非染污違犯 好 他是 他不是 他就简別說啊 他並不是由於心懷 在焦慢恨腦啊 好 由此而不至其所 不受所情 好 接受他的不實 好 他是由於這個 懶惰懈怠 妄念 好 無忌之心啊 所以呢 他不接受 那麼這樣子呢 他也是犯了 但是他是屬於犯怎樣 犯 親 因為他不是用 染污心去犯 這一條戒 好 好 那怎麼樣是屬於 沒有違犯呢 好 無違犯者 或有疾病 好 就是說 你可能感冒啊 發燒啊 跌倒啊 怎樣 好 那麼呢 你不前往應供 那 你沒有犯 好 或者是無氣力 好 或者是說你太累了 或者是說你病呢 剛好而已 好 你沒有那個體力 可以去參加應供 好 那麼這樣也不犯 或者是說呢 你的心狂亂 好 你的心很狂亂 有精神上的問題的時候 那你不去 也是不犯 或處無險遠 或者是呢 你居住的 去這個 要到達這個應供的地方 和你住的地方呢 路途很遙遠 好 那麼這樣子呢 你不去的話呢 也是不犯的 好 就好比說 這個 台灣不是都有 每年這個結夏 結夏之前 這個北中南都有所謂的這種 全國的這種 共和栽生大會嘛 你說叫高雄的跑到台北來 太辛苦了 那你不去的話 你不犯的 你不犯的 類似這樣 這個叫做 或處旋遠 或到有步 比如說 你要到達這個地方呢 這條路呢 他是 恐怖的 怎麼樣恐怖 他可能有毒獸 惡賊 強盜什麼這些 那麼這個在現代 比較少 或是說在台灣比較少 但是假如你在緬甸 那種戰亂或是什麼地方 有沒有可能 有 那 或到有步 還有一種就是說 比如說 你是住在那種 山區的法師 那麼你下山的時候 你可能有 這個 道路上的交通 有土石流 什麼這些的問題 會容易增加你來的那種 危險性 或者是說你經過的時候 會恐怖的話 這個也算 或到有步 因為台灣還是蠻多人 喜歡住在山上的 那山上很多產業道路 其實他是 那種路況是蠻嚇人的 那或到有步 你不去參加運貢 那是不犯的 或欲方便 調筆伏筆 出不善處 安利善處 就是說 有可能 這位布施主 他不是真心想供養的 他可能 有可能是有條件的 或者是想利用你的 來參加這個場合 等等 那麼你為了要調伏他 使令他 這個發心要正確 那麼你不去的話 這樣是不違犯的 或於先請 或者說 別人已經有先邀請你了 那麼日子在同一天 那麼你不去也不犯 會不會無間修諸善法 欲戶善品 令無暫廢 有沒有你剛剛說的 在這裡就出現了 或者是 你為了沒有間斷的 修習這一切的善法 包括 你要修定 或者是你修試念處 或者是修 你正好在打禪妻 在打佛妻的時候 那麼你為了保護 使令你這一些善法 能夠一直的相續 不會暫停 或者是放會掉 那麼你不去呢 這也是不犯的 尤其你在修定的時候 你在相續的時候 你和這個所緣鏡相應 很好的時候 那麼你參加很多的這些 其實容易讓你的心散亂 會讓你半土而廢 那麼你這樣子為了使令你的 這個紙上 或者是觀上的成就更好 那麼你不去參加 不犯 或為引射 未成有益 或者是為了引領 引射 引領射辭 引領我們射辭這個 未成有益 未成有益 就是指這個 第一地 除世間法 除世間法 為了使令 你能夠學習到 這個第一地 或者是你沒有聽過的法 那麼你沒有去 也是不犯的 或為所聞 法意 無退 或者呢 為了使令你所聽聞的這些法意 它不退轉 因為我們有說要聞思修 你聽聞之後 你又去參加很多的法意的時候 你還來不及思維 結果你的法意就忘記了 那麼你為了避免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你不去 這樣有沒有犯 也是不犯的 好 那底下呢 他這個分 他這個 他這個分號 啊 對不對 應該是要把它改成 冒號 冒號 好 底下這個 如為所聞法意無退 論意覺者 當之意而 他應該是在解釋上面這個 或為所聞法意無退 好就是說 你為了所聞的法意呢 沒有退轉 他舉例說 就像上面所說的 法意無退一樣 當你在論譽覺者的時候 你在討論佛法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你不去參加呢 他是不犯的 或負之筆 懷損腦心 或乍來厭情 或者是說呢 你知道對方呢 他這個邀請你來受供呢 是不懷好意的 他要損腦你的 不是真心要邀請你的 等於是一個什麼 鴻門宴 鴻門宴 那麼這樣子呢 你不去呢 也是不犯的 或為護他多賢恨心 或者是呢 為了保護他呢 不要生起很多的賢恨心 那麼你不去呢 也不犯 禍復生智 也是為了要保護這個 生團的一個制度 不至其所 不受所請 皆無違犯 那 有時候像這個供養的人啊 如果這個人的名聲不好 或者是不懷好意 尤其是那種 像那個選舉 選舉的那是什麼會 可不可以去參加 不可以啊 那個就是說 他這個就是 自己要去抉擇 他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但是這也是其中一個啦 那當中的禍復生智 他比較特別 他就是說 生團有一種 所謂的叫做 復波結膜 復波結膜 復波就是把波蓋起來 叫復波嘛 那為什麼叫復波 波本來是要受人供養的嘛 那你把它蓋起來是怎樣 你不接受供養嘛 那是為什麼你不接受供養 就是說假使說啊 有一個人 他呢 以沒有根據的事情 來毀謗出家人 犯了根本重罪的時候 旅圈不聽 那麼呢 生團呢 就可以召集起來 做一個結膜法 結膜法就等於是 像我們開會一樣意思 討論說 這個局勢不行 他常常在毀謗三寶 好 所以我們大家 同不同意說 以後 都不接受他的供養 不和他講話 可不可以同意 好 那麼可以同意的時候 就決於這個叫做 復波結膜 那復波結膜之後呢 大家就不可以 就都不會再去這個局勢家 也不會接受他的供養 也不會跟他 談話 這個是為了要保護生團的制度 也是要維護出家人的 生團的一種形象 種種 維護生團 這樣子 這個叫禍戶生治 好 那假使說 這位 這位在家人呢 因為這樣子 因為 生團 對他這樣子的時候 他自己知道說錯了 然後想要改過 然後去到生團裡面 求懺悔的時候 那麼 生團呢 會經過絕育 然後又 把這個結膜法給做 做掉 之後就可以再去 接受他的供養 前提是這個 居士呢 其實 要知道了 富伯結膜不是一種懲罰 就是裡面講的 為令比 從不善處 調補他 從不善處 出於善處 是這樣子 好 好 那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喔 不是 這已經不是對手 做法慘的問題了 這個 像做富伯結膜之後呢 他就必須要到 生團裡面 在大眾生面前 祈求懺悔 在大眾生面前 不能夠在一兩個人面前 不是 你要在大眾生面前 那麼要大眾生 所有的人都同意 才可以 沒有沒有 那個 但那已經不是做法慘的問題了 對 那個是屬於 生眾的決議 和在家人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個是為了使令 調伏他的 所以做這個富伯結膜 那麼要讓他回復的時候 就是他必須要展現出 他的一種 懺悔心 懺悔心 出來 然後來到生團裡面 這個 這個 懺悔 在大眾生面前 懺悔 才有可能 師傅 那假設有位師傅 然後 他 他沒有做過 他接受他的 那生團 他的心心 動力 是想要來做嗎 那不對 那生團還是會出 會 會跟 不要說處理 處理感覺好像黑社會的感覺 生團會跟這位法師溝通 因為既然是做富伯結膜 結膜法 他的一個成就的原因 成就的條件就是 所有人都要同意 所以你當下你已經同意了 你既然同意了 大家就是遵守這個規則 你就不要再犯這個規則了 在他還沒懺悔之前 你不可以獨自一人 又去接受他的供樣 這樣你等於是違反了 生智的這種決定 對 那團體裡面 會對你做 勸導 不是處理 處理好恐怖喔 那我們 再看一下續公的 我把它講完 好了 三十頁 我們翻過來 明不犯中有十四個元 有十四元 一 或自有疾病 你自己有疾病 不枉不犯 第二個呢 或因老病而無氣力 那麼你不前往呢 也不犯 或者是你的心呢 癫狂迷亂 那麼你不前往受供 也不犯 那第四個呢 或者是說 你要接受供樣之處呢 路途遙遠 所以你不往也不犯 所以你不往也不犯 第五個 或者是道路之中呢 有二蟲 二獸 盗賊等 會讓你覺得 部位的事情 就有危險的事情 那麼你不前往也不犯 那第六個呢 或遇借持不至其所 不受所請 為方便 你假借這個 不去參加 不接受他的邀請 為一種方便 利用這樣子的方便 來調比伏筆 來調伏他 使令他呢 從這個不散處 然後安利再散處的話 那麼這樣也不犯 那第七個 或者是呢 已經有其他人 先來邀請了 那麼呢 你已經答應對方了 那麼由於這樣子的關係呢 你不前往接受 也不犯 第八個 或者是呢 為了精勤 精進 沒有間斷的 修學這一切的善法 而呢 為了要保護 所修的這一切的善法品類 不會中斷 或者是 這個中務 中斷之後呢 會荒廢 由於這樣子 你不前往也不犯 那這裡面的善法呢 就是說 雖然呢 異同一切 然呢 多約定心而說 雖然呢 在義理上呢 可以說是通於一切的佛法 不管是四念柱啊 三十七道品等等 但是呢 多數呢 是從修定 使令你的心 從直上來說 因為直呢 直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修直這件事情呢 你必須要相續的 讓你的心安住在一個所緣性上 那它不是只有一天 它必須長時間的 修定怎麼樣是有一個穩定性 以我們這個漢傳來講 有所謂的九心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九柱心 九心柱或九柱心都有 內等安靜調急醉 內柱等柱安柱靱柱 調順 極靱最極靱專注於去等詞 那麼它這九種心柱 它是怎麼樣 你在學習禪修的人 它應該是你每一支箱坐下來 比如說你今天做到這種 內柱暗柱等柱 這三個比較會 比較會起起伏伏 但是你做到調順以上的時候 內等安柱靱柱調順 你做到調順以後之後呢 你的境界 你的境界到了調順以上的時候 你應該是每一支箱坐下來的時候 就是在調順的上下而已 你每一支箱你的心的品質 你可能會到極靜 或者是還沒到調順之前的 內等安靜 靜柱到靜柱 你只是在這個range上 有矣而已 不然你突然間的好 那有時候是暫時性的 有可能是菩薩加倍或什麼 但是假如你心有一個穩定性的時候 你那個九柱心是 每一支箱坐下來都維持在一個平衡點 和上一支箱相近的一個平衡點上 那麼假如在相續的一個平衡點上的時候 這時候就很重要就是說 你外出有時候 你只要一日不做或者是什麼的時候 你很容易你的這個心啊 就可能從調順直接就掉到安柱 或者是更慘這樣子 所以他會讓你的 所以等下講這個 還沒成就出產以前 到味道地定 他是難得益思 你很難去獲得到 但是你很容易就失去了 那麼在這難得益思的這個階段呢 你為了使令你能夠穩定的獲得 那麼你應該要斷絕一切的外緣 使令你的心能夠相續在那個所緣境上的進步 那麼這裡所說的應該就是指這個 使令你的定 修止啊 讓你修止的功夫可以很順利不會受到障礙 其實這個假如說你住在一個山上修行 或者說你在生團裡面修行 你幾天都不出門 一個殘期下來很用功的時候 突然間你出去了又回來 你會覺得說完了 我的心都散掉了 或者是說你一天不做兩天不做 又回來散掉了 你要重來很辛苦 那所修善品其實是種種修定之良 第九 會為隱生攝取未曾有益 什麼叫做未曾有益呢 就是指無漏至生 就是屬於第一益 第一益的智慧生起來 那第一益的智慧生起來呢 就是得到現觀 你現前證悟這一切的諸法 是真儒的境界 那麼以此呢 使為有生以來所未曾有過者 顧名未曾有益 比如說你可以契入聖道了 那麼現為隱色未曾有益 令自己正德 正以分別所設的法義 如理作義思為其向 而修加行 那麼由於這樣子的緣故呢 你不前往的話 它是不犯的 那第十個 或者呢 是為了溫習思為所聞的法義 使令說你沒有退失 那這樣子呢 你不前往也是不犯的 第十一個 如未所聞法義無退 而不復勤 不犯此戒 就是說你聽聞之後 上一個可能是在說明這個 聞所成慧 那麼第十一個呢 對於你說你所聽聞的法義 你要使令他不退 你就是要去如理思為 那你成就這種 失所成慧 要成就失所成慧 所以呢你不復勤 那麼呢 你也是不犯此戒 假如呢 或者是說你為了呢 論意抉擇 就是和同法者 討論這個佛法 佛法裡面的諸法性相的因緣 那麼呢 而不復勤也不犯此戒 所以說是當之益而 那第十二 禍父之彼 來寢之人 懷損老心 這個人沒有好心 益存詐為而來言寢 由此不亡其所不受所寢 亦不犯戒 第十三 或者呢 是為了保護 其他友情的心 恐怕說呢 因為你受這個人的邀請 而死令呢 更多的人 升起了嫌恨心 那麼由於這樣子的原因呢 你不前往 你也是不犯的 那第十四個 禍父生智 就是說 未有租居家 這有白衣 居士的家裡呢 邪見禪心 毀磅三寶 眾生宇宙 富波解磨 不許比丘更至其家 起食應共 那麼由於這樣子呢 你不前往的話呢 你也是不犯 有如上所說因緣 而不至其所 不受所寢 這樣子呢 都稱之為 無違犯 好 我們先上到這裡 下課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